真的燒了這麼多天的 4月馬上就要漲電價了 那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本週高級酸就是問攤販 對於漲電價的想法其實很精彩 因為很多人罵得很兇 可是漢田醫院連日來 這個比漲電價本身這個事件 本身更被大家引起民怨的 反而是經濟部的平凡作圖 今天連經濟部次長 他並且代理的是台電目前的董事長 他在接受廣播專訪的時候 他都坦言 針對這個案例 就所謂的北部有烘焙房 每天電費只漲2元 相當於一個購物袋 是因為他們的用電量700度以下 台電確實CASE選得不好 當初的用意就是想要選一個 每個月用電量700度以下的小商家 可是他是沒有惡意的 但是他也確實覺得說 這一次的CASE真的是找得不太好啦 那但是也沒有遏止經濟部 繼續做縮圖不是嗎 不是啊 這個質詢的人在現場 應該要先問強哥吧 你說哪一個當圖 你不可能心腿小多當的這麼徹底 我等一下會問他好不好 不是啊 強哥在這裡然後先問我 我要表達尊重 我聽完你的參考以後 我就可以回答得更好 經濟部就是在認知作戰 這一次的漲電教我們清楚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是幾個重大的原因 第一個因為該用便宜的核電 然後沒有去用 第二個如果講說天然氣的話 那麼實際上沒錯 國際的所謂天然氣價格是在成長 但是民進黨在選擇上 他沒有去選擇便宜的買 比如說跟俄羅斯買就很便宜啊 但當時經濟部說什麼 經濟部說我們要制裁俄羅斯啊 制裁個鬼 你制裁到台灣的老百姓店家上漲啊 對吧 就便宜的能源不去用 那再來第三個 即便是所謂的純粹在綠電的部分 有分台電自己發的電 然後還有跟所謂綠油油買的電 就是跟雲爆等公司買的電 台電自己發綠電呢 不論是風電或者是光電 大約都是一度電3塊左右 可是呢跟外面買的電 一度電最高可以到5塊到9塊 所以過去統計過純粹綠電呢 就是多花的錢 一年就將近300億 如果還要拿來跟核電比的話 那麼一年的多支出就是500億 所以說台電 哇現在已經虧損到了這2000多億 虧損3000億 你從2016年蔡英文執政開始算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虧這麼多錢了 就如果核電早就啟用的話 實際上哪怕天然氣高漲 也因為我們其實是 是有很大的核電作為基礎的 根本不用擔心天然氣的漲價 所以很簡單就是現階段 經濟部拿錢給這個所謂的綠油油 然後就台電虧損了那怎麼辦呢 那就繼續再從人民納稅錢裡面掏 所以是標準的黨庫通國庫 人民的納稅錢成為這些綠電公司 綠油油公司繼續輸寫給類似於雲爆 或類似於民進黨的政治獻金 這就是民進黨整體在掏空國家 那麼先階段漲電價了 好 兩個民進黨的做法 第一個呢就是做認知作戰 告訴你 你看其實漲得也不是很多啦 平均下來這個也不是很多啊 這種是很惡意的話術 因為不僅實際上這個案例 被抓包徹底的造假 根本沒有這家所謂的麵包店 那第二個呢就是 哎 漲得不多啦 平均下來對吧 平均每一天 這就是一種說服的話術跟洗腦的話術啊 再跟你講一個東西感覺不是很嚴重啊 你怎麼不平均到一年365天 然後每一天有30天 一個月有30天 然後每一天當中還有24小時 再除到每一秒 如果除到每一秒的話 你大概電價才漲0點多少元啊 你這樣講就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純粹的洗腦話術啊 因為該漲的就是漲 有增加就是有增加 並不會因為你平均到了每一天 感覺很少 但實際上有增加就是有增加 那麼第二個層次就是民進黨很囂張 為什麼呢 哎 因為我剛選完嘛 你就算很不爽 但是呢你也沒有機會可以投票來教訓我啊 對不對 你現在很不爽 但兩年後你還會 因為漲墊加那麼不爽嗎 不會兩年之後你早就忘記了 所以他就是吃定你 那民進黨你看相較之下 這國民黨當年馬英九總統 這真的是太老實太善良 真的是非常的厚道 為什麼呢 馬前總統電價呢是四漲三漲 真的是跟隨所謂國際成本 國際漲他就漲 國際漲他就漲 非常的老實 蔡英文呢他就是什麼 就是你家旁邊的早餐店 幹嘛呢 就是你家旁邊這些餐飲店 啊油店上漲了 所以呢油價上漲 他的一顆荷包蛋多5塊 但是油店價格下跌的時候 他那個荷包蛋有便宜5塊嗎 沒有繼續上漲 所以蔡英文執政的店價 就是只漲不降 只漲不降 漲完了之後人民發怒了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 反正老子就繼續幹啊 反正未來繼續幹四年啊 你難道會因為今年漲墊價不爽 四年後巨投民進黨嗎 當然不會 所以現階段呢 藍白在立委院裡面 希望呢要能夠否決 就通過這新的決議 要否決漲墊價 我認為呢最好 這當然提應該要提 但最好呢是不通過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店價上漲 才能夠讓老百姓真正的覺醒 不斷累積他的憤怒 未來才有機會拒絕投給民進黨 但是不是說這個案不能提喔 因為提了之後是好事 因為提了之後 民進黨會反對 像有些立委就開始反對 他說這個國民黨不可以這樣提啊 那麼這些立委就幹嘛 就是護航漲電價的立委 這些立委就是不顧老百姓死活的立委 所以現在呢經濟部也好啦 然後台電也好啦 還是誰誰誰啊 哪些官員否決了這些案子 未來選舉的時候 這些案這些官員 就是稀食人血饅頭的狗官 對那我當然請到顏教授 就是這些梗圖讓大家重新細細來品味一下 因為我們應該還有時間 等一下也可以讓強哥幫我再補充 就是經濟部事後除了這個所謂的北部烘焙坊 一天大概用不到漲兩塊錢 七百度以下的小商家 好經濟部後來再另開的戰場 是關於麵包店 改選時間來烤麵包啊 這店價可以月省一萬七 然後被大家罵爆之後又說 也不必半夜烤麵包 事實上是你白天也可以烤喔 也可以年省破四萬 這些梗圖已經累積的民怨 大大的超過店價漲價本身了耶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你要硬掰的時候啊 明明漲價就漲價 沒有問題啊 你就是覺得說 我們長期國家是在補貼電價嘛 在補貼這些東西 那現在要回歸市場 我覺得也沒有 也可以說得過去 只是你知道政治人物啊 從來都不在選舉之前 回歸市場 都在選舉之前 大放利多 大開支票 到最後發現做不到了 那就沒辦法了 只好再漲 所以我覺得老百姓 有的時候要想一想 有些東西政治人物開出來的 是不是真的可行 那大家都有很多人講說 譬如說我們講說加稅 有的時候大家會反對加稅嘛 誰要誰願意加稅 可是當你的國家確實需要 這個稅收的時候 不足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能夠接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誠實為上策 政治人物 你們今天想要在特別是在這種物價上面 你如果譬如說有需要補貼的 你已經跟我們講說補貼了太多 虧損了很多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共赴國難 共體時間 我覺得可以啊 國難 確實是嘛 有的時候真的是很貴啊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節省 或者想一個不同的方式啊 有些東西譬如說你盡量搭 如果說是油價貴了 你盡量搭大眾捷運 或者運輸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去UPAC等等 我的意思是說政府要誠實 要跟民眾講特別是物價的這個事情 到底你的成本能不能夠付 而不是每天亂開支票 包括我們台灣 明明這個電費已經在補貼了 就你還不能用便宜的核電 要去買更貴的綠能 那你就是讓大家一起 民怨會越來越高嘛 所以我認為你只要願意講 大概都還是比較可以接受 可是對不起啊 老百姓還是喜歡聽好聽的 喜歡聽降價 不喜歡聽漲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 現在算是自私其果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稅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